欢迎收听神中课 《效法主耶稣》 今天是6月24日 题目是以年文显示上帝的爱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耿古到永远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药 纪念他的分辞而进行的人 诗篇103篇17至18节 今日的内文是这样说 怜悯是人类可以与上帝分享的特质 我们可以好像基督那样拉住神圣的帮庇 领受上帝的能力 慈善的工作已经交托给我们 用我们为同胞服务 在从事这个服务的时候 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 我们要满有人词 就好像我们的天父满有人词一样 上帝说 我喜爱连述 不起爱祭祀 慈悲是人词而有怜悯 慈悲和上帝的爱会淨发心灵 美化意识 清除生活中的自私 慈悲是上帝之爱的显然 由那些侍奉他并代表了上帝圣情的人 将天上的光反照在弟兄姊妹的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 很多人的状态需要施以真正的慈悲 基督徒彼此相待时 要受慈悲和仁爱的原则所支配 他们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帮助苦难中的同胞 下面这段说话清楚地说明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遥恕人就必蒙遥恕 你们要吸人就必有吸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之大岸 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你们愿意人怎样代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代人 这些原则是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的 凡希望基督化品格完善的人 要时常仰望基督为救赎人类而受死的十字架 并要时常生存的促使基督为救赎我们 而作出无限牺牲的慈悲精神 今天的内文讲到这里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听